波兰和乌克兰检察官今天表示 一名男子涉嫌协助俄罗斯情报部门策划暗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已在波兰被捕 波兰检方声明指出 这个名为帕维尔K的波兰籍男子 涉嫌向俄罗斯军事情报部门提供讯息 并协助俄国特种部队策划可能的暗杀行动 声明又说乌克兰检方先前向波兰通报这些活动 让他们能搜集到针对这名嫌犯的必要证据 乌克兰首席检察官克斯丁表示 嫌犯的任务是搜集并向侵略者传送有关波兰东南部 热书夫贾西温卡机场的国家安全资讯 资连斯基出国访问时经常出入这座机场 前往乌克兰的外国官员和协助维护部队也使用这座机场 两国检方表示 这名嫌犯已被羁押 等候司法程序 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平成俄方派人暗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2022年3月21日 一直由俄国联邦安全局特工率领的25人暗杀小队 在乌克兰与斯洛伐克边境被捕 据称 该小队由俄联邦安全局特工率领 奉命暗杀泽连斯基 并渗透到乌国政府其他部门 有消息人士告诉乌克兰独立新闻社 该小队手中一份暗杀名单 除了泽连斯基 消灭对象也包括乌国总理史米加尔 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叶马克 基辅市长克里奇科等人 消息人士宣称 乌国警方之所以能成功阻止暗杀小队行动 是因为俄联邦安全局内有反战人士泄密 导致行动提前曝光 肯尼亚发生一起严重聚集意外 军方一架直升机于当地时间18号 坠毁在该国西部的偏远地区 导致10名军官罹难 其中死者包括肯尼亚国防军总长奥古拉 对此肯尼亚总统鲁托也证实这项消息 宣布全国进行为期三天的哀悼 综合CNN 法兰西24等外媒报道 该起事故发生于当地时间18日下午2点 肯尼亚军方一架搭载12人的直升机在起飞后不久 突然失控这回在首都奈洛比西北方约400公里处的 埃尔格约马拉奎特郡 军机瞬间起火燃烧 导致包括肯尼亚国防军总长奥古拉在内 共10名军官不幸丧命 只有两人幸存下来 对此肯尼亚总统鲁托在记者会上表示 国家遭遇了一场悲惨的空难 我极其悲痛地宣布 五国的国防军总长奥古拉将军已经罹难 并宣布自周五起全国下半旗三天向亡者致哀 鲁托透露 在这场坠机事件中幸存的两名士兵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罹难者的遗体也已运回首都 至于详细事故原因 已派遣空中调查小组查明厘清 事实上 据当地媒体报道 由于肯尼亚军方飞机陈旧且维护不善 这已经是国内一年以来发生的第五起军用直升机坠毁事件 印尼官员在17日表示 在卢阳火山多次剧烈的喷发之后 印尼政府已经宣布实行最高的警戒 同时还发布了海啸警报 关闭了一座机场 同时命令超过11000人离开当地 这座火山是位于北苏拉威西省的一个偏远的岛屿上 在17日晚间首度喷发 火红色的熔岩 炙热的岩石 以及火山的灰柱都被抛上了天空 印尼火山学和地质减灾中心表示 这座火山在过去的24小时内 又发生了至少5次大规模的喷发 减灾中心的官员普马萨里18日表示 进一步喷发的可能性仍然很高 所以我们需要保持警惕 普马萨里还表示 我们的中心还收到报告说 落石和火山灰损坏了房屋 也迫使附近的一家医院的人员撤离 减灾中心的发言人穆哈里表示 官员们已经封锁了火山周围6公里的区域 并正在疏散更多的居民 他还补充说 高风险地区大约有1500人需要立即撤离 还有近12000人将受到影响 官员们还担心 火山的一部分可能会坍塌坠入海里 引发海啸 在1871年的时候 卢阳火山爆发就引发了海啸 当时造成了大约有400人丧生 在2018年 印尼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噴发时 有部分的山体也曾落入海洋 引发了苏门达拉岛和爪哇岛沿岸的海啸 造成了430人丧生 印尼是一个拥有2.7亿人口的群岛国家 境内有120座的火火山 因为印尼这个国家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带上 所以很容易发生火山活动 北苏拉威西省已经关闭了位于省会万亚佬的机场 防止火山灰的袭击影响飞行安全 在航空当局发出了安全威胁警告之后 廉价航空公司亚洲航空 已经取消了飞往东马来西亚和文莱9个机场的航班 4月13日 有江西南昌的居民发现了三只流浪猫 被人吊死在一个铁窗前 事件引发了网络的热议 有目击者洛先生表示 当天有邻居在群里面发了这个图片 自己过去看发现小猫都已经死掉了 他表示 可能是有邻居嫌猫咪晚上的叫声扰民 所以这样做的 但他看后还是觉得很残忍 洛先生表示 有疑似是三只小猫的猫妈妈 蹲在一旁呜呜的叫 洛先生说 猫妈妈是小区的流浪猫 所以呢三只小猫也是流浪猫 后来有其他的邻居 把吊死的三只小猫的线给剪断了 猫妈妈就把小猫的尸体给叼走了 洛先生难过的表示 如果不喜欢 也请别伤害 事件呢就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有许多网友认为 杀害流浪猫非常残忍 还是幼猫 其实小孩在刚生下来的时候 也会常常的哭啊 是生活多不顺 才会做出这样残忍的事情 更有部分网友呢 希望能找出凶手的地址来严惩 不过也有不少的网民认为 应该认真讨论 如何处理流浪猫的问题 不解决流浪猫半夜 在人家窗户下乱叫的问题 以后类似的事情还会发生的 有的人睡眠不好 和邻居都会有争执 更别说对待流浪猫了 也有的人说 野猫真的很吵 和广场舞一样 都应该好好管管 有网友留言表示 小猫叫声能有多大呀 这么残忍去杀小猫 我自己有收养 也有抓流浪猫绝育 我认识的一个阿姨和一个姐姐 也把他们小区的流浪猫都抓去绝育了 也有在找人领养的 明明有更好的方式 何必这么造孽呢 还有的人表示 正常的人看到流浪的小猫 就算不会心生怜悯 也不至于痛下杀手 闲吵有很多的办法解决呀 所以不过是个借口而已 这样的人大几率有反社会人格 对猫如此 对自己的同类也差不多 难道他家的小孩生下来的时候不哭吗 同样都是生命 猫宝宝叫就有错了吗 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欢迎在视频的下方留言